受访工会领袖指出 副总理黄寻财承诺协助工友应对生活费高涨 对他们来说是一记强新增 这有助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工会也表示 期待接下来可以得到更多在薪金和技能提升等方面的援助 进一步改善工友的生活 肯定还是会有生活费的负担 在援助年轻工友方面 工会也将做得更多 为他们制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培养他们的兴趣 还是怎么让他们觉得做这个行业很有意义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合作 帮助年轻朋友的时候有比较更大的突破 一个就是有更多的实习机会 特别是那些可能在IT方面的 或者在poly方面 他们会觉得会比较难一点 但我们在劳资政三方 跟我们的伙伴们就有了一批的这些实习机会 先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